欢迎回来继续focus全球的议谈 这个星期的话题集中在哪里 60多年来红遍全球的英国童书主角 帕丁顿小熊沉浸式展场在伦敦开幕 而陪着这三代英国人长大的小熊 其实是秘鲁偷渡来的非法移民 另外全球知名的盈利性展会 巴塞尔艺术展在瑞士开展 装置艺术遍布城市各个角落 很多艺术家以移民的成长经验 作为今年创作的素材 出生于1990年的瑞典华裔艺艺术家 从父母广东家乡的皮影戏 到养大他的瑞典当地粤菜餐厅 都是他创作的元素 菲律宾艺加拿大籍的艺术家 则将来自世界不同角落的蝴蝶 并沉在布面或展间 象征不同血统的移民在异乡共处 每年在瑞士巴塞尔美国曼亚密与香港三地举办的艺术博览会 巴塞尔艺术展是全球重要的私营与盈利性艺术展会 根据瑞银集团环球艺术市场报告 2023年艺术品经销商们29%的收入来自艺术展会 2023年全球艺术市场销售额达650亿美元 已高过疫情前2019年的644亿美元 展会也让艺术创作者们提高知名度和收入 今年巴塞尔艺术展瑞士展集是6月13日到16日 全球285家一郎参展 测展人特别选用因为疫情而闲置的各种公共空间 布置装置艺术融入城市生活 也让巴塞尔市民在通勤路上或休息闲逛时 都能与艺术相遇 疫情考验人类求生的任性 而今年不少参展艺术家们都提到 移民历程带来的各种冲击 在伦敦 一位走红60多年 全英国最知名的非法移民 也有了专属展场 娱乐集团想将英国伦敦打造成 沉浸式体验之都 让消费者有新的娱乐形式 选中的就是这位 1958年起奏轰英国童书界的主角 小熊帕丁顿 现在来到伦敦的沉浸式展场 就能走进小熊帕丁顿 在伦敦温莎花园32号的家 这只穿外套戴着小红帽的小熊 陪伴着三代英国人度过童年 从电视电影卡通到绘本 小熊帕丁顿宛如英国版《斗拉埃梦》 但据书中描述小熊帕丁顿 在伦敦车站失误招领处 遇到养父母布朗夫妇时 就是个孤身旅行的非法移民儿童 他是秘鲁地震时成为孤儿 因为亲戚无法再抚养 就让他偷渡复婴 小熊帕丁顿拎着小行李箱 身上挂着拜托照顾他的牌子 完全就是二战时期 大批逃离伦敦避难的英国儿童写照 融合离散儿童与非法移民身份 这支南美洲小眼镜熊 正直乐观善良 不完美却真实可爱 许多大人们都记得他爱吃果酱三明治 进入沉浸室展场就唤醒许多童年记忆 英国人们读着小熊帕丁顿童书长大的年代 伊丽莎白女王还健在 哈利与威廉也还没翻脸 2017年时慈善活动现场 帕丁顿小熊邀请凯特王妃共舞 如今人势已飞 幸好小熊仍在 长大的人们还能参观展场 暂时回到童年美好时光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